新城乡长何礼台在元旦这一天 也表扬了优秀学子还有体育机优选手 希望在新的一年第一天就用鼓励方式 期待学子们再接再厉迎向未来 新城乡公所在1月1号办理元旦升旗建筑活动当中 同时也表扬优秀学子讲学经济机优体育选手 来加美新城学子的经济体育 新城乡长何礼台表扬的是 新城乡13项社会福利有感测试当中 六项国中小优秀学生奖学金 也是他上面当中最终的一项 尤其乡内学子们参加全国性多项运动赛事 获奖是相当的多 除了赞许青年学子们在各大体育赛事上 优秀表现之外 并且勤勉大家在兼具机优学业联程之下 精益求精创下假期 好我们领导讲座 我们往前站一步 待会可以拍照 现在要请第二组北埔国小 跟家里国小请准备 11年在学业成绩 体育成绩优秀的 我们自己的新城乡的学子们 给他们鼓励 给他们加油打击 希望这份的荣耀 伴着他们一生 能够在学业上 在工作上 都有一番的成功的一个鼓励 所以我们在今天言诞 来公开来表扬 相当合体表示 受奖的运动项目包括 跆拳道 拔河 足球和铁人三项等等 选手们可以说是相当用心 争取最高荣耀 而且能相公所规划优秀学生奖学金 旨在鼓励优秀学习的既有选手 希望能够激励以及培养出更多的优秀人才 不断的创造夹击 这就像我们一起来报道